你好,今天是2023年9月20日,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的解读 第一个我想讲的是现在全城最关注的JPEG虚拟资产、虚拟货币的骗案 自己曾经跟证监会打过交道,我记得大概两年前,证监会有一天出封信给我公司 因为自己本身就是证监会下面的持牌公司的负责人员 我自己就帮公司拿着1、2、4、5牌 1号、4号就是股票买买,4号就是股票提供意见 2号就是期货买买,还有期货提供意见 持有这4个牌是做负责人员 那负责人员是什么呢? 就是当如果那间公司出现什么问题,你这间公司有什么违规 那要问责哪一个呢?就是问责负责拿牌的RO 一间持牌公司,应该最起码有两个负责人员 就是每一个牌照最少有两个负责人员 那一个就是有经验的,就是有full license 另外一个就是辅助 那这个就是证监他们行的制度 就是以人去做一个单位去监管为主 那我很记得两年前,因为我自己在富途牛偶有经营账号 那我们有做一些社交媒体在那里,又拍很多视频 又有写一些文章在那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玩 那我试一下有没有办法,可不可以圈到份呢? 因为在富途牛偶里面,他们有这么多的用户 他们宣称,在那个时候有百多二百万的用户 是在用着富途牛偶,那我就说看看可不可以圈到份 那我就尝试去拍一些片,讲一些奇权的 什么叫做教人去认识什么叫奇权 什么叫隐身波幅,什么叫时间值 那曾经最多一条片呢,是有一百三十万的浏览量 那是普通话的 那跟着呢,有很多人加我 那我就开群组,那我们去开群组呢 一百人就是一群,因为他们有些限制 那我记得在一个月之内,我开了整十个群组 即是接近有一千个追踪者 是可以去做的 那我自己就,因为不太有时间 那我又不太去管理群组 那但是呢,就被一些骗徒盯上了 那我就用我的名义就开了一些叫做群组 就是微信旅的推介一些股票 那公司就收到证监的信件 就问我,有没有经营社交媒体去推介股票 那公司就很紧张,叫我回去商量这件事 那我就说,我没有啊 我在那个表票群组里面呢,没有推介股票 我只是讲一些教学 那那时候呢,我就去了警察队去做报案 因为没有人呢,就是去报损失 和自己呢,也都是没有损失 那只是在那个社交媒体去澄清,我没有去做这件事 那你就发觉呢,整个世界原来充斥着呢 有很多人呢,是做这些群组呢 就是微信旅群组呢,就是去散货啊 或者是去骗别人的 那今时今日,现在都是很多的 你看到Facebook,有很多那些叫股票分析员 因为我自己都是香港股票分析师 学会协会的那个Member 那有很多那些名嘴啊,财演啊都在那 那差不多就是有比较出名的那些呢 都曾经被人导过那个名呢 就走去说去开群组啊,加入去啊,都试过 那就是自己,都叫另类一个叫开心啦 就是那个名,有人会去用的时候 就是说市场你是有价值啦 那,说回刚才那个收到信之后呢 我就要去做的东西呢 其实是影响到我同事 因为同事是负责合规的 那因为可能我有些文章啊 或者是一些视频呢 就没有报道给公司 那我就用了一整天 几两天时间呢 就找回以前的视频 曾经提过哪间上市公司呢 又要写下,去回公司那里呢 就做一个叫做备案 也都将所有的文章 给公司去做备案 因为,为什么呢? 证监是有权去查 究竟我们有没有做足这些功夫 那就是说,反过来 我的同事才是受害者 我们才是受害者 根本,我们是被别人冒 要去处理,反过来 我们是拿牌的呢,就更麻烦 没有牌的那些就可以消耀法外 那其实坊间有些很出名的名嘴呢 有时呢,直接是自己连牌都不要的 就是这样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坐上所欲缘了 不受证监的管制了 那他可以在公众电器大波那里 就说什么都可以 那我们呢,就受规管的 就是我们去讲股票啊 就是对第三方去透露股票啊 买卖啊,大市啊 那些看法呢,就是很麻烦 大市都还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对个别股票 有推介的时候呢 你就是非常麻烦 还有第二呢,因为我们自己是 股票受监管的人呢 那我们买股票之前呢 早几天呢,都要去向公司呢 就是去,叫做备案 你才可以去买卖 那所以,我们做股票的重叠员呢 大部分呢,都不会去 用自己的名称呢 去买卖股票 因为真的很麻烦 你买又要去通知他 买又要去通知他 还要早几天 那你不知道那个价格是怎样的嘛 那你其实是很... 对自己是一个影响会是多大 那这个就是我和证监打过交道 那你也会发觉到 现在在一个新的时代 社交媒体是这么流行 开群组是这么流行的时候呢 那就会是方便些人呢 去做微信旅啊 去散货啊 那他们也是这样的 就是开一个群啦 Telegram 又好 因为人多 那他们会是有一些客服在那里 就和一些妹妹在那里 推介去做神 又说这个给指令 他怎样去指示 那那个操作呢 通常都会是 短期之内呢 他会是给到一些甜头来的 就是初头啊 一元升到一个一个 然后你说是不是 那就升了两成了 接着你说目标价就去两元 那可能呢 他是真的会去到 过三过四过半 接着去到 过三过四过半之后呢 接着目标价呢 就可能是五元六元七元 那真是有尝试过 有甜头的人呢 就会下跌 接着呢 接着呢 就会是加注 那你见到很多那些 中小型股票呢 因为其实他可以操控啦 用短时间是可以资本呢 是推了这只股票上去啦 因为你是很龟边的时候呢 去到高位 啊 散了那些货给散户的时候 他一天是可以暴跌呢 七八成啊 九成啊 就是将以前你赚下来 再加注的钱呢 就全部赚了啦 这些就是微信女 对于他们那个操控那个 呃 呃 那其实 现在只不过是先进了啦 跟以前不同 以前呢 就大部分呢 就是用报纸呢 就是去写那些善稿啦 那又有些 天下第几桩啊 那样呢 就写那些善稿呢 就省那些股物 因为以前资讯不发达啦 那是可以 以前那些 报章的编辑啊 连同那些 股票上市公司呢 就合谋呢 就可以去造市 那为什么 我 有写 以前我在经济日报 星期一 B答呢 《投资理财》呢 我有个文 有一篇专栏 那我的专栏呢 我就大部分写呢 就是写一些 叫做 跟ESG相关的议题呢 我就写 那后来收到 編辑部的通知就说 因为呢 我没有 有一天有读者投诉 投诉说 我不写 number 那我不写 number 呢 就说 我不适合在这里 去写文章 那我后来呢 就停了呢 就没有在经济日报 以前还有一个B答 是有打钉啊 去左右揭那个 那个杂志呢 就没有了 那我就没有了 那我就没有了这个文章 因为我坚持呢 就说我不会写 号码 因为写号码的时候 其实 也都有一些叫IR 就是上市公司的 投资关系的人呢 就是去给钱你去写 那一篇文章呢 是有价 那如果你有些知名的财演呢 那其实呢 最高一篇文章呢 我听过呢 是整十万元都有 因为他有很多粉丝 那他去推介的时候 那十万元呢 其实不是什么钱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这些东西呢 这些钱呢 是自己不可以赚的 就是你收到钱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问题出现 这个我是经常铭记于心的 那其实自己以前在发展商做 那以前在土瓜环 有两个很大的厂房 那有很多发展商呢 就是走来呢 要结识啊 找我老板啊 或者是巴结我们啊 希望呢 是在这个project里面 怎样转让给他啊 跟着还有是建筑师啊 材料供应商啊 建筑公司呢 就来找我们 要去 去 喝喝吃吃啊 或者是去娱乐啊 或者是去 有那些叫做礼物啊 如果你那个定力不够呢 你一定会是 出现很多问题 因为自己 盼着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 如果你跟他没有利益瓜葛的时候 你是可以很中立 可以给到意见 但是如果你走得太迫的时候呢 你就很难理清到那个关系 那这个 是我自己做人的一个宗旨 因为有很多人呢 是很厉害去做社交的 社交的东西就是说 他可以跟你做到好朋友 经常跟你喝喝吃吃 经常跟你去玩 他去给钱 但是 这一样东西 是会影响到你做决定 老板也是这样的了 就是如果你走得太迫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 你做这个决定 会不会有偏思呢 因为那个世界很小 就是你走得迫的时候 你始终都会 传得到给公司的人知道 传得给老板知道 那其实就是打工 那你就收回打工的那份量 那你其他东西 要去拿的 其实就是犯了一些错误 那会是很麻烦 就是你看到 为什么三跑 就是负责填海 去找沙的人 面对这么大的挑战 这么大的考验 那些供应商 给一些不合格的沙的标准 他都接受 去接受到工程 那最后 通常都是只包不住火 那就出事了 那要去赔上自己的自由 要进去监仓 那这些 其实他第一 没有想到 他觉得是可以僥倖 可以走得 但是世界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要以为是 你会走得 有时候那些东西 你要去赚的钱 是要令到自己安乐 睡得着 那有些人就不是 有些人就很喜欢 在刀锋里面 就是去舔血 奶 那你加密货币 那之前都说过 就是ICO也好 或者NFT 曾经有很多人 就去找我去出席 去说 那我就不会 因为我觉得 在我到今时今日 我未找得到 真真正正 有些项目 是可以改善到 整个交易 或者是改善到 整个叫做效率 如果不是解决到 别人的痛点的时候 我不觉得 那一样东西 是有很大的效用 就是只有一个炒卖的效用 好像 举一个例子 我经常都说 那个例子 就是说电影 应该昨天说过 就是他们发行一些 叫做Token 或者NFT 你是帮到你是没钱的 我不是骗人的 那这个呢 我觉得 是可以令到整件事 是可以推进到 那 其实 它不是一些虚拟资产 它是一些 是有 资产去做资产的 有asset base 因为那套电影 就是一套资产 第二 我举个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一些 殯儀业里面 4.0 就是说 以后烧的 就不是烧衣了 以后呢 就是烧NFT 一件NFT的衣服 就是你先人 过了世了 过时过节 那你就不是烧一些衣给他了 你是烧一个NFT NFT可能是一些名牌的时装 是可以套到下去的那个虚拟人 令到他穿得很好看 那这些 就解决了人的痛点 就是说 后人上帮先人 装扮得漂亮些 跟着又有个虚拟人 可以跟他交谈 可以checkGPT 这样的时候 这些就是一些 叫实际的应用场景 那 今次有那么多人 是出事 我觉得他们是犯了一个错误的 错误就是什么呢 没有去认识得到 他代言那个东西是什么 第一 第二 他们有机会 是令到有一些无知的市民 因为他的知名度 而是关注了 出席了 跟着呢 令到那些人 就可以有机可乘 就是去推一些 这样的投资产品给他 令到他们是有损失 那 就是做艺人 其实现在真的要很小心 因为在香港已经算是好 在内地 你做KOL 如果你推的产品 如果是不符合 它的成份 你是说多了 就是你又说有 这样的成份在那裡 但后来发觉 如果是没有的时候 你要赔那个 产品 即是你失实陈述 的时候 那个罚款又很大 亦都有权 内地的政府 亦都可以暂停 你那个社交媒体的帐号 是不再给你去做发放 香港就没有了 所以香港就全有很大的漏洞 昨天都说过 其实做神真的不难 你还要是一个组织去做神 是很容易 等同以前 你会看到那些 叫做会考 叫做会考 大学史 DSE 那些叫做补习天王 那其实都是用金钱去打造出来 即是在巴士里面 下很多广告 在媒体里面 下很多广告 令到坊间认定他 他在那一科里面 他那个教学 拿A的那个 叫做数目 是很多 那这些都是一些做神的运动 因为 世界上就是这样的 因为讲话的人少 听话的人多 那全世界我想 拿咪去讲话的人 我想是 大概1-2%左右 即是有100个人里面 98个人都是听众来的 那很希望找到一些人 是可以给他一些指示 不要自己去思考 因为这个是 尤其是香港 人口这么密集的地方 他们是很容易被人影响 还有香港有一个 就是叫做惊执书 Fear of missing out 即是你看到那些店铺 如果有人排的时候 他们就一定会排 哪怕1个小时 2个小时也好 这些是香港人的特性 那个密度太高 人口密度太高 令到很容易被人感染 还有是很怕执书 很少人是会 是享受 尤其是香港人 是享受一个叫做独处 我记得最多那一部分 我想说 有一个叫做悲观的哲学主义的人 哲学家 他叫做宿本华 他就很享受独处 因为他觉得人多的时候 很容易被人感染 很容易被人感染 而且他觉得整个世界 就是在一个叫做担忧 恐惧 以及满足之后的失落 是在一个钟摆里面 就是两边去走 怎样解释呢 就是说 譬如你不原业了 要去找工了 那你就给了很多信了 那你 那些公司又未叫你去 interview 或者叫了你interview 之后未有答案的时候 你就是会活在一个恐惧 担忧里面 但是当他一说 请你的时候 回了工的时候 你又会变成了满足 和沉悶 那又要去尝试去另外一件事 又要找另外一件事 就去做担忧了 可能是因为人工不好 整个工作环境不睡 要去找另外一份工的时候 又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担忧 或者是在你 另外一些叫社交 可能是 认识女朋友 男朋友 结婚 子女的问题 又去另外一个担忧 担忧完解决了的时候 又去另外一个担忧 永远就是活在一些担忧 以及去满足 沉悶 情形出现 等于以前 希腊一个神话 就是罚一个人 推构石上山 推到他顶那里 那块石又滚下来 每一天 就不断推构石上山滚下来 是受这个折磨 那就是说人是永远活在这个时候 就是很难受 内心永远是不平静 那你看回其实有很多东西 都是因为自己在那个物质的追求 或者是什么呢 我经常都强调 很多人呢 是活了在别人的思想里面 就是说 你要和别人去比较 你不可能被别人差 你要和同辈和什么人比较 你要被别人出类拔水 不是在自己内心里面去寻求那个满足 那你看回那些小朋友 为什么他会这么开心呢 他开心的原来就是因为 他在生活里面探索到一些东西 未知的东西 令到他自己有一个满足感在那里 那现在我都觉得 在物质里面 给到我开心的时间是不多 那我是喜欢去思考问题 去学新东西 令到自己有一个赤子之心的时候 会令到自己是开心 因为自己觉得 每一日都是在成长的阶段里面 那我都很庆幸自己的儿子 现在考完DSE 入到理工大学去读书 那他都不只是专注 读自己的书 他对他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他会去自己去学 喜欢看物理的东西 就是看物理的东西 突然之间 根本书本上是不需要他 他就去看一些叫做 逻辑学 什么A 非A A&B 这些叫做逻辑的纯数学 那他自己去学习 他觉得很有趣 那我就很庆幸 就是我没有逼过他读书 因为如果逼他读书的时候 就会磨灭到他那个好奇心 磨灭了好奇心的时候 他是不肯去再学习 是对要去求分数 要去做好机械式的操练 就是数学 你其实解了一条题 一次两次 你知道那个意义 知道你那个方法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OK 只不过 因为你是要跟别人斗快 跟别人斗熟 你要将一条题目 做成五十次一百次 去做一些叫做反射动作 去做的时候 就会令到那个人呢 就是非常之抗拒 再去学习 那斗熙星先生曾经说过 他说有些人呢 由这个 拿合格六七十分 其实很容易你听一下书 跟着你温习一下 其实就OK 但是你要去拿到九十几分 一百分的时候呢 你花的功夫呢 就会很多 就是可能你是要几倍的时间 才去做到 那这个叫做 那个增长呢 其实是不是需要呢 那我自己觉得不是 就是 我也是奉劝 就是 他说得很对 人生苦短 你是可以在其他地方 可以找到一些学习的东西 学习其他的东西 那我都是觉得那样东西 就是要保持一个赤字之心 那人呢 是会是那个快乐的全员 那我都很鼓励大家 去看一下叔本华的书 讲人生的智慧 因为他很多金句 是出自在他那里 就是 其中一个就是说一下 人呢 就不要以为自己真是进化得那么多 其实跟猪没什么分别 只不过呢 我们是打胎 那很多人呢 就以为自己是文明了 先进了 其实你看回 跟以前的野蛮人 都是没有分别 都是打仗 爭之缘 那很多人以为自己呢 是 脱离了那个阶段 其实 都是跟猪一样 是给人家屠宰 还要帮人家数钱 这个呢 就是大家 就是对那个生活呢 不要那么执着 不要那么认真 就不要以为自己 真真正正是最 顶层 设计整个世界 运作的那个人 就是以为自己是找到真理 其实 大家都是一个 很一般的人 不要把自己去放大 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聊聊 拜拜